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从《生生不息》开始筹备开始 观众就在各种蹲了 记得《生生不息》一开始主打的是港月星人音乐敬典综艺 所以在各种名单上大多都是星人 不过从《生生不息》第一期录制的路透照片来看 这一期的嘉宾阵容比想象中还要豪华得多 至少李健 李克勤 毛不易跟单淫淳是肯定会参加《生生不息》的 除此之外 还有林子祥 叶倩文 李文 杨千画 周碧畅等等 而前面说到的星人 除了毛不易 单淫淳 还有爷明熙 曾比特 相信不少观众跟我一样 看到《生生不息》的嘉宾阵容这么豪华 会格外期待这一档新综艺 不过期待的同时也有一些好奇 如果这份名单上歌手之间的年龄跨度颇大 如果还是搞音乐敬演的话 那么比赛会怎么进行 虽然在几季歌手的比赛里 也出现这种歌手间年龄差比较大的情况 但《生生不息》毕竟是一档新综艺 应该不会单纯的照搬歌手的规则 因为那样的话 似乎体现不了《生生不息》这个主题 但如果是前辈歌手跟星人歌手搭档的话 又会跟隔壁的我们的歌撞一起了 所以挺好奇新综艺《生生不息》 会是怎样一档新乐综艺的 说实话 作为观众的我们 也不用希望太多 只需要等《生生不息》开播就知道了 不过如果按照个人喜好来说的话 我还是希望会有音乐敬演元素 那样的话节目会热闹一些 虽然我知道 每期的赛果都会有观众不满意 但过程会精彩一些 特别是《生生不息》的嘉宾阵容颇为豪华 只求赛制给点力 当然 不管如何 作为一枚听着愿意歌长大的观众 《生生不息》开播后 我是肯定会追的 不知道大家呢 最期待哪一位歌手呢